來門這蓋又裡面會有木板拼成的走道 走道的後面有那個木條做的門 木條還可以一格一格的 上面還可以當古爪 上面還可以當土坑 有沒有 那個日本話我們叫秀吉 秀吉門的後面就是榻榻米 榻榻米就是日本人睡覺喝酒聊天看報紙的地方 這樣這個地方有概念了嗎 有 清楚了嗎 所以不用看了對不對 不知道有多少 當然要是不是 我可以跟你講一下嗎 如果門可以打開的話 我不用站在這邊講話 哈哈哈 你是不關於鎖的嗎 這邊啊 門往那邊開 往那邊開 就跟你講往那邊吹 往外 哦 跟你講一下往那邊吹的 你還往外 你到底有沒有認真聽 哈哈哈 有軌道的好不好 來半邊 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窗戶 窗戶的後面這個叫書法 好不好 現在裡面有一張老桌子 老椅子 跟一台老收音機在裡面 好不好 中間呢是客廳 記得地板是木頭 上面鋪榻榻米 好不好 那麼側邊有一間廁所 四四方方小小一間的 地板也是木頭的 而且要用墩的 而且蓋子是木頭分離式的 而且最重要是拉的東西 會抖一身屁股 要閃一下的那種 哈哈哈 那後面呢 還有廚房跟浴室 所以你真的不要小看這個房子 小小的其實它裡面五張俱全 這樣好不好 好 我要跟你講喔 主人有時候會從玄關這邊走出來 這邊 記得這裡會有很高的床沿 所以走下來要有樓梯 知道嗎 可是樓梯只有一個門的寬 所以另外一門的空間 我們就可以放拖鞋 施力把 跟木雞 好不好 施力把就是日本話的拖鞋 但是我真的跟你講 因為主人以前年紀很大 有時候早上頭腦又不是很清醒 下床的時候還常常走錯邊 所以常常不小心 噗噗就掉下來 這樣有很多自由 不要走這邊了 所以後來都會繞到這邊來 換坐在這邊想事情 各位你知道它每天早上想的 第一件事是什麼嗎 早餐幾乎 哈哈哈 你比較大聲 來大家掌聲鼓一下 非常的聰明 您是這九年來 第2813個講早餐要吃什麼的 這邊真的可以看得出 您真是一個很平凡的爸 哈哈哈 你給我聽好 他每天早上想的第一件就是 媽的我到底是怎麼掉下來的 哈哈哈 不過還可以在這邊沈涼 或者還可以在這邊看風景 當然最重要可以在這邊綁鞋帶 旁鞋帶以後就可以站起來 幹嘛 記得 馬牽過來跨上去就走人了 所以這個石頭現在用來幹嘛 才知道了吧 哦 上馬 所以我就說還在講上馬這種簡單的答案 聽好 這石頭現在是用來證明 因為當時日本人長得比較矮 好不好 不然是比較不扣嘛 你告訴我 好不好 來蹲下來一下好不好 謝謝 我們看下面一個洞 這個洞裡面是裝空氣用 好不好 為什麼裝空氣呢 因為木頭跟榻榻米怕潮濕 你直接接觸地面是不是容易苦難跟發霉 所以不行 所以要架高 好不好 架高以後還有個好處 當地板太熱空氣做阻隔 榻榻米不會太熱 反正地板太冷空氣做阻隔 榻榻米也不會太冷 所以裡面還有冬暖夏涼的作用 這樣清楚嗎 很了解 但是很抱歉 現在裡面都是老鼠運動會的會場 偶爾貓會進去餐禮卡 好不好 但是我真的跟你講 在以前日本人住的時代裡面 下面常常躲那個兜兜龍 那個紅毛聽過嗎 現在躲的都是花鐵一路 那如果跟你講真的 這裡面其實有很多我的童年回憶 好不好 比如說什麼 媽媽拿棍子搭位有沒有 我們就會轉進去 因為媽媽比較胖會卡住 或者小朋友可以在裡面玩朵媽媽汗 當然最重要我要幾年用錢 也是在裡面撿 怎麼說 我剛剛講到木板平成的走道 木板走有中間會有縫 大人在上面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忽然手伸到口袋裡面偷臨錢 不小心臨錢 咚 掉下去了 對不起那個錢就是我的了 好 來記得老校長的宿舍81歲了 那是記得81歲的房子 在這邊不是最老的 請靠過來 看一下我們看到這棟擺設的房子啊 83歲了 這棟房子是目前我們全台灣 有史以來的登記有案的第一種脫兒所 日本人以前上公之後 把小孩子丟這邊下公再領回去 好不好 那為什麼這邊會有個83歲的脫兒所呢 那這邊旁邊有一座94歲的學校 這個學校當時我們叫做 陸野尋常高等小學校 陸野叫做這個地方的舊名 尋常就是指國小一年級到六年級 高等就是國一國二 小學校就是日本人念的學校 如果台灣人念的我們叫 公路學校 是的 但是94歲在這邊是不是最老的 對 因為這個村96歲了 但是你千萬不要以為日本人來之前 這裡好像什麼都沒有 那也錯 看到我們還有那個樹 你們看他三個很豬的樹幹 那個超過一百歲了 而且他是一棵 他不是三棵 所以麻煩你們看到一百歲的老樹的時候 請各位素然起敬的看著他好不好 而且我們隨便跟他敬個禮 看他不要看我 我要下口令好不好 來各位一舉功 三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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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用這種方法來看你們 到底聽不聽話 看得出全團只有你不是很聽話 不過你們剛剛有拍照的千萬不要難過 有敬體的不要難過 他說你通常超過一百歲的老樹 都會有點神力 所以你們剛剛有跟他敬個禮 就代表到今天結束 你們都會形成順利平安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總有敗有保密 像你沒敗 你今天擺過也沒敗 待會兒 在日本的老樹 我們這個學校裡面就有五顆好不好 而且我們這個樹叫做風箱樹 在日本時代 我們這個學校風箱做到什麼程度呢 做到你走路一定要走S型 不能一定會撞到樹 所以在日本時代 這個學校已經號稱 當時全台東最美麗的小學 也是最具有生態教育環境的小學了 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小朋友都很可憐 我們都沒有發現 你們欺負的小朋友 可以常常去做很遠的戶外教學 因為學校環境太好了 所以戶外教學一年級 在這邊 二年級可以走遠一點 到這邊 三年級跨過馬路到對面就可以了 好不好 而且我們連那個烤肉遠足都不用出去 我們只要走到學校後面的操場 把那個死板踩下來做死板烤肉 烤完肉再點回去也可以了 爽嗎 而且真的不要小看我們這個學校 我們這個學校是目前我們全台東線 面積最大的小學 我們面積有9400平 三甲多 而且學校很大 所以班級也特別多 好不好 我們一到六年級加起來總共 六班 你們看到前面那個綠色的板燈 有沒有 全校的老師加上學生 都在那邊就到齊了 八十六個學生 十二個老師平均一個老師分配到七個學生 所以在老師那天你同學怎麼看都是第一名到第七名 所以看得出功課不是很好對不對 我可以講你真的可以到這邊來 好不好 我跟你保證你連書都不用看還可以考第八名 對嗎 我真的跟你講 這是一個美麗的學校 也是一個美麗的村子 也希望等一下我們可以用個美麗的心情 來做一個美麗的體驗 還是你按來吧 好 好 上次 出發我們準備這樣就來了 出發我們準備這樣就行了 好 好 好